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關於政府禁止海外人士買加拿大樓的政策 有一項新的安排 當初整個禁止是2023年 今年年頭1月1日開始 因此基本上大家沒有身份 沒有PR 沒有 citizenship 就不可以買樓 有些限制是學生簽證和工作簽證 但都比較苛刻 基本上就等於買不到樓 我上一段影片也有提到 但在3月27日 即剛剛過去那一天 政府就有一個新的安排 比較有利於持有工作簽證的朋友 大家快點看看工作簽證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現在他將之前的條件 說要幾年報稅紀錄的就拿走了 只要你有一張valid的工作簽證 然後你那個valid的日子 又183天或者更多的話 其實你已經可以買樓了 那計算日是怎樣算起呢 就是由你購買的計算起 譬如你今天下的offer 或者accepted offer 或者你寫合約 寫留下一個contract的purchase date 由這一天開始計算起 你的work permit上的validation 是有超過183天你已經可以買了 就不需要再提交那些幾年的報稅紀錄 居留紀錄等等的了 這個可能是會比較幫助到 持有工作簽證 又想買樓的朋友 但是Carry都要提醒大家 就是不是說這樣買了就很開心了 因為如果大家還沒有加拿大身份 即是沒有PR citizenship的話 其實你就算可以買到 你交樓的時候 都要去給20%的海外買家稅 那這樣東西就是沒有waive的 依然要給的 所以我看來整個policy 比較有益 或者是可以做到的 其實是比較有利於 想買樓花的朋友 因為現樓的話 通常由你寫合約到交戒 可能是兩三個月 那很多時候 大家都未必是可以這麼快 可以買到 即是兩三個月的話 都不用那麼多禁令 你等多兩三個月買都可以 主要其實是有利於 大家是買一個長一點 可能at least一兩年 甚至四五年的 成交closing period的朋友 那你去買樓花的話 現在這一刻 你未有身份 但是你減定了樓盤 lock了價錢 將來四五年後交給 到時已經有了身份 就不需要給海外買家稅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那個禁令 由去年開始說 今年生效 Carry覺得最大受影響的 都真的不是現樓的 因為我雖然也有做 以前 說以前還可以 公共買樓的時候 都比較少真的接觸到 公共買樓 是直接去買現樓 然後再給政府20% 可以買家稅 這一類的客戶 是真的好笑好笑的 大部分外購買樓花 at least兩年打後 closing樓花 所以其實政府禁令出台了 我覺得最有影響的 都是買樓花的一批客戶 或者交易的 現在政府這次開放 這個可以買的option 我相信 這個樓花市場 可能又會輕往 不知道會不會 但無論如何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興趣 去study多些這個政策的話 我可以去我們下面的link 都會有幾個政府的網站 大家不只是聽我說 都可以看政府是怎樣寫的 合乎合不合乎資格的話 大家可以再去問我 然後有什麼需要的話 再找Carrie 好了 今天的更新就到這裡了 其實我們現在都不是在溫高華 前陣子就在香港 有搞過meeting 我們現在回溫高華 之前就stop over在日本 我們現在在大阪 大阪河邊 看看櫻花 最典型香港人在日本會做的事 然後待會去吃東西 過兩天去東京 就會回溫高華 我現在四月頭就會回Hancouver 所以如果有朋友 我知道在等我回去 有單位要掛牌 或者有樓要看 都可以隨時聯絡我 到時回去就會幫助到大家 多謝各位 Bye Bye Bye